其实你生活在美国乡下你就知道 当你的社区呢 路上就你的外面走着一个黑人 东张西望张兮兮的 你会很紧张 所以才出现了最近在South Carolina 一个黑人走在这个白人社区呢 受到一个白人 一个陆军杀斩的一个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歧视语言攻击吧 就叫他滚出这个社区 说你不属于这里 这确实让黑人尝到了 他们对这个亚裔所做出的这种种族歧视的 同样的这个行为的这种味道 因为黑人不断的在亚洲 在这个纽约和加州这些旧金山地地方 就是辱骂这个亚裔 叫他们滚回中国 You don't belong to here 现在白人给他们同样的苦果给他们吃 他们就受不了 黑人在美国是受不了一丁点 这个欺负的 可是呢 他欺负别人的时候就不予余力啊 就没有